还有第二个故事吗 还有第二个故事 那您就请说 因为我本身在当兵的时候 是转服那种四年制的御官 在征战学校受训六个月 抽签一抽就抽到金门 金门我就分发 一分发部队的时候 就到了这个 他们有一个坑道 在金门 就在那个山外那边有个南洋坑道 那我在那边住了三个月 之后呢 又很幸运地被钓到那个前浦村 前浦村它 它是一个银步连 那银步连这个地方 它有十二个碉堡 那我就睡在其中的一个碉堡 那我刚上任不到一个月 就发生了一件很特殊的事情 因为他们军中 每个月的五号都会发薪水 阿兵哥每个人都很期待 我赶快来领薪水很高高兴 结果那个负责发薪水 那个银行证 很莫名其妙 他的钱包里面少了四万块 他就不知道是谁拿去的 而且他都有上锁 那怎么会有人穿 穿门而入把他的钱拿走了 那当然这个事情银长知道 银长就很生气 因为银长是我们的大家长 那他就交代连长 连长是三条杠的 就是上位 那连长他就很紧张 他就找我来办公室 因为我担任的是辅导长的职务 他就告诉我说 怎么办怎么办 银长在查这件事情呢 那最近连长又忙着体能战技的训练 我没有时间去管这个事 他就交代我 一定要负责把它找出来 那为了找这个小偷 我就想到一个好的方法 因为我那时候 我十七岁的时候就吃素了 吃长素 那时候我就临近一动 因为我在学佛 我想说人的心理弱点 他可能会想说拜佛 不可以对佛菩萨撒谎 那我就在我们连队 有一个中山寺 一个空间 阿兵哥聚会的地方 放一张佛像 那佛像前面放一个箱子 放一个用木头做一个箱子 然后叫全年的阿兵哥集合 集合说每一个人戴小帽 戴小帽以后呢 班长就宣布了 五分钟 现在解散下去 五分钟所有人回寝室 那现在由法长 跟大家说明一下 每一个阿兵哥 如果说你有偷钱的 你回去戴小帽 把钱放在你的小帽里面 出来在中山寺的时候 一个一个进去 谁是小偷把钱丢出来就没事了 我们既往不救 就用这种方式 但是每个阿兵哥都进去 一百多个阿兵哥 每个人进去都会拜一下 就是那个小偷进去的时候 因为我们安排有人躲在里面偷看 他就这样 连拜都没有拜就冲出去了 那我们就 我们的直觉就说 他是小偷啊 对不对 他是小偷 然后我们就在讨论这个问题 然后把那个阿兵哥叫过来 也一直跟他沟通一些观念 但是他就是死不承认啊 那军中讲的是证据对不对 对 你没有证据根本就 空空无垢 对对 没有办法去掌握 但我们就在那边 我都在那边想想想想的 隔一天 隔一天的晚上 刚好在我隔壁的碉堡 那里面有文书啊 有政战士啊 有很多行政人员 他们就闲来无聊了 就在那边 拿一张点名簿 他们就在那边玩前仙 就是我们有那个碟仙 对不对 但是他们在金门 很奇怪哦 金门那个地方 那边战地 好像比较 那种战斗气息比较凝重 好像阴气比较重 所以说 就 买不到碟仙 所以阿兵哥制作聪明 他就拿一个十块钱 画一个箭头 然后在那边 前仙前仙请降临 然后在那边玩 就 竟然那个箭头 会跑到阿兵哥的名字上面 那四个人都很紧张啊 就跑来告诉我 说 福导长我报告你一件事 这个钱仙显灵 说小偷在这边 我说怎么可能 我去看 还真的是这样子哦 结果我就说 好 把那个小偷叫过来 小偷就叫过来吧 小偷就叫到前面来 结果 小偷就看一看 他说 你们作弊 小偷他不承认啊 小偷说 你们四个人要害我 那我说 你们这样子不准 没有关系 好 你是被偷的人嘛 你是小偷 你们两个的手一起放下去 最公平 好 那钱就钱 就跑跑跑 就快要跑他的名字 上面的时候 他就用手给他按住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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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小偷 小偷就用手按住 我说 哎 换你作弊 那不行 你们都不要玩 福导长玩给你们看 就我的手 当我的手一碰到那个钱的时候 我感受到那个能量很强 它并不是只是在那边绕圆圈 它是整个能量灌注到我的身上 我突然间觉得我被附身了 因为我从来没有被附身的经验 那我被附身 我就问那个小偷说 钱是不是你偷的 那小偷就说 没有 我说好没有 我们去找那个钱 我就觉得我的人被控制了 我看到另外 好像一部车 被另外一个人开 然后就带我出去 你知道 那个灵界 附在我身上的灵界 带我出去 然后就 就冲到那个小偷的房间 结果它里面有个铁柜 大概四十几公斤 因为我那么瘦 我那时候吃素 一只手伸进去 就把它举起来 说钱是不是放在里面 那个小偷就说 我没有 我没有偷 我没有偷 我说你没有偷 好 就放下去 然后又 又冲出去 因为它金门那个地方 到晚上就很暗 你知道 都没有灯 那我们就拿一个 那个手电筒 结果我出去的时候 我感觉我是用走的 但是我们那全联的阿兵哥 很多人跟在旁边 就看到 奇怪 佛导长怎么用跑的 因为我感觉我是 这样走路而已 但是他们一看到我 每个人都看到我 好像感觉像用飞的这种感觉 就一群人跟着我跑 跑到那个前浦村 有个养鸡场 那我一回头就问那个小偷说 你钱是不是放在里面 他就说我没有偷 我没有偷 我说好 没有 再走过去 就走到他们前浦村 就是长聚集的一个地方 就是那边有一个 土地公庙 平常都没有开 因为他们只有祭典的时候才开 结果那土地公庙 一破门而入 那个灵界带我冲进去 冲进去就像人在轻轻 他就冲到那个土地公前面 就跟他拜一下 然后再冲回来 就冲到旁边 有个地藏王菩萨 就跟他拜一下 就这样冲来冲去这样子 那我就觉得说 这个灵界这样子 可能是要有什么意义 我就放松我自己 让他去安排 结果之后再回来 回到我们连上的时候 好像那个灵界 有话要跟那个小偷说 结果就把这些 全部阿兵和我们叫回去 然后就留我下来 跟那个小偷 这个时候附在我身上 那个灵界就讲话 他说你知道我是谁吗 他的声音很低沉 那小偷说 我不知道你是谁 我是南魔地藏王菩萨 然后他就认住了 我最后再问你一次 钱是不是你偷的 这个小偷 他当然死不承认啊 说我没有偷 我真的没有偷 我发誓我没有偷 那我感觉上 附在我身上 这尊地藏王菩萨 他非常的生气 他说 你没有偷 你晚上不要给我睡觉 掉头就走 就冲到我房间 我就躺在那个椅子上面 我整个人就昏睡 一直到隔天清晨 因为我整个头都麻麻的 隔天清晨六点的时候 那阿兵哥就来敲门 一敲门 我说是谁啊 就门一打开 他冲进去就跪下来 就开始哭啊 他说 对不起对不起 我做错事了 我不是故意要偷这个钱 是我阿嬷 生病 家里面缺钱 我是把钱寄回我家 那我那时候 心也很软 我想说他真的是有鼓中 我就帮他说情 那这种情况之下 他只是被关紧闭 寄过的处分 他真的一夜没睡吗 他一夜没睡 后来我问他 他整个晚上被整得很惨 他就是 好像被人家叫起来玩点名这样子 然后 他觉得他寝室的东西 飞来飞去 然后整个人头晕脑脏 他听到一些怪声 还有人压他 他真的受不了 一直吐 他跑过来跟我哭诉 可是那个铁箱跟养机场 是什么回事 铁箱跟养机场是这个 附在我身上的这个地藏王菩萨 他故意这样做 要让这个小偷回头 他真的是 也是一个善心 那后来 这个事情就传开了 结果连隔壁村中的老阿婆 都跑来问我 我说 我可不可以请教你一个问题 我家里 那时候地藏王菩萨 那个金脸那没睡 麻烦你给我看看 那个金脸那里倒一倒 我就觉得 我就觉得很不可思议 那后来我 因为我就是后来回来 透过认识台南的一个 陈金帮陈师傅 他就告诉我说 这个灵界的现象 我们是可以去印证 但是不要太迷 他叫我不要再让灵界上升 要修自己的灵 被附身 要修自己的灵 因为他是有跟我说 通灵有三种现象 三种现象 第一种现象就是说 像是被附身的 附身像我们一般看到 那样的冬季心灵 这样糙减 这样子其实他很痛苦 他等于是在赎罪 因为他有带罪业在身上 那这种比较低层次 他就会呕吐 然后会流眼泪 不然就会出怪声 这是比较低层次的通灵 那第二种比较高的境界 就是说 旁边好像有人跟他说话 然后他可以看到佛菩萨 或是看到济公 看到王母娘娘 他可以跟他沟通 那第三种 第三种层次就比较高了 他是自己修 自己修出来的 自己有在打坐 心通 自心通 就是最高的境界 就是像佛家修 自信 菩提 明心见心 你可以知道过去现在未来 那 潘先生目前修到 你有在朝这个目标修 对对对 我在向我们师父学习的 很多事情 不一定是纯属巧合 所以我们今天先给大家报告一段 叫不纯属巧合 恶有恶报 这个故事 我来说 你能说 就是在多年以前 有一位在美国一名男子 好像是住在南卡洛莱纳州 然后他因为涉嫌谋杀了他前女友的前夫 然后后来在法院判的时候 因为证据不足 原本对方是希望说能够被判死刑 做电影的 做电影 对 你这一位先生也是做电器工 对对对 原本来是要判他做电影 但是后来因为证据不足 所以当庭释放 之后他自己在走出法院的时候 就跟他的前女友 而且还用一个比较那种 讽刺的口吻跟他说 怎么样 我是杀了你的前夫 可是证据不足 你不要 你们根本就休想要用电影 把我给垫死 你们休想看到被电影垫的情形 对对对 然后后来那天晚上 这个男的当然就出去庆祝 对不对 然后庆祝 然后在酒吧里喝酒的时候 就在跟大家炫耀说 你看他做了这样子的一个 所谓的案子 然后法院都拿他没有办法 然后他自己正在自以为豪的时候 发生了什么事 后来是因为他这个事情 慢慢慢慢就过去了 对 或者说他也是从事 做电器的工作 每一天他自己在做电器工作的时候 竟然是手握着断裂的电线 当场被高压电给击毙 县市报 对 这是中国人所说的 不是不报纸时候味道 我觉得是 原来应该要做电影的后来 虽然没有做电影 但是也被电给电死 电死了 对 所以奉劝大家是诸恶末座 是是是 好 谢谢陈寨先生 谢谢 谢谢潘先生 有空去请教您 是是是 那所以我一下 全的观众